嗨,大家好,我是展哥 今天我们试一下这个Meader Journey能够把小孩的画得很丑的涂鸦变成艺术品吗 我们要用的是这个Describe的功能 Describe就是图生文,对吧 平常我们是文生图描述一个文字 它就给你生成一个图 但是图生文就是你给它一个图 它给你一团文字,就是反过来的 所以呢,我选择一下这个图啊 这个图是我女儿画的一个 画是吧 然后呢,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确定 好,它现在正在发送命令 好,它开始解析这个图片是吧 然后根据这个图片 它生成这个描述语 它生成了四段描述语 你看,它说这个是 哇,它可以认出来这是一个Elephant 是吧 大象啊 你看,其实这个大象非常抽象的是吧 但它可以认出来很牛 PinkElephant 这是四段不同的这个描述语 你看它说这个是 大象的画 然后有这个很多颜色的建筑和房子在背景 是吧 哇,它这都能认出来是房子 它这个,哇,太棒了是吧 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真的很屌 然后这个四个生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四段画再生成图 就是图生成文 文再生成图,对吧 但那个生成的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比如说这是第一段画 哎,用第一段画生成一下 确定 好,然后我们再用第二段画生成一下 每一个都生成一下 看它会是什么样不同的风格 那这四个的风格肯定是不一样的 最后一个也生成 我们看一下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在排队呢 是吧 我们先看上面 很期待 哇,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样子了 好的,生成完毕了 我们看一下这四个画啊 第一个是这种风格 哇,这个颜色非常的艳 哇,这个还挺好看的 都挺好看的 我觉得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组 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这个大象有比较稍微比较写实的一点 是吧 就没那么卡通呢 我觉得稍微没有上面那个我那么喜欢 我们再看这个 哦,这个就更儿童化一点 是吧 也是不太一样 也挺好看的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这个就有点暗黑是吧 也还可以 就整个的话 基本上都是这个基调 粉红色的大象 还有房子街道 对吧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 我觉得第一组跟第三组吧 不错 但是呢 他们其实跟原画都差的比较远 对吧 就属于自由发挥了 如果我们想它跟原画比较接近的话 我们可以电一下图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打开 复制链接 让这个图片做一个提示的词 好 把这个链接粘在这儿 然后再用我最喜欢的第一幅图的这个提示语 复制过来 好 再试一次 看看在参考原图的情况下 它会生成的是什么样子 然后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可以 我先把这个复制一下 我们可以用这个漫画的模式 看看会怎么样 哦 这个第一个图出现了 那这个构图 你看第一个构图就很像圆画的对吧 大象在这边 然后生一个长鼻子 然后后面是房子 就跟这个原始的就很像的 就是因为我们垫了一张圆图对吧 但其他几个呢 这个构图不是特别的像 但是风格其实还是蛮像的 但是呢 确实没有AI的好看啊 你看看人家AI画的 确实更好看一些是吧 我们看看这个漫画模式的 好的没有 还没有 好 我快进一下 好 OK 我们看一下 哇 这个也很有意思呀 这个 但是呢 还是非常的小孩气 是吧 没有AI画的那么的好看 所以如果是我 比如说我这个房子装修了 需要挂一幅画对吧 然后我又觉得孩子的这个呢 嗯 有点丑 哈哈 我要AI给它润色一下的话 我可能就会选 比如说这幅画 是吧 或者是这幅画 那去把它给变成一个大图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大图 U3 把它变成一个大图是吧 然后把它做成一幅画 弄一个相框 把它挂在家里面 然后可以写是我的女儿 和AI共同创作 哈哈 哈哈 这样也挺有意思的是吧 OK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求一键三连 后面的话 我会更新更多的AI绘画的视频 啊 求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